接著我們來開始新的章節 電漿製程 電漿製程可以說是現在半導體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無論現在的製程裡面所需要的朴墨的成績 或是朴墨的時刻 基本上都離不開電漿製程 都離不開電漿製程 電漿製程實在是太重要了 整個電漿製程呢 第一個朴墨的成績會用到 第二個朴墨的時刻會用到 第三個摻雜 半導體的摻雜也會用到 朴墨成績、朴墨時刻跟什麼呢 跟你的半導體的摻雜 都會用到電漿製程 那講了這麼多 後面都會提到 那就直接先進入 那什麼叫做電漿呢 什麼叫做電漿 再來 電漿的廣泛電力是什麼呢 具有等量正電荷、負電荷、 以及中心粒子的離子體 所以 電漿是一個氣體 氣體裡面有什麼呢 有正電荷、有負電荷、 還有中心粒子 而其中這個正電荷、負電荷 可能是什麼呢 是離子以及電子 而離子也有正的離子 可能有負的離子 那還有電子 電子是負的 所以電漿是一個中性的離子氣體 電漿是一個中性的氣體 它是中性的離子氣體 裡面還有離子 它有等量的正電荷與負電荷 以及一些 不帶電的中性粒子 這就是電漿 所以電漿是這一句話 具有等量正電荷與負電荷 與中心粒子的離子氣體 這就是要電漿 所以電漿的組成會為這三大類 中性的粒子 這個粒子可能是原子 可能是分子 反正就是中性不帶電的粒子 還有什麼呢 負的電子 正的一般不是電子 一般是離子 然後呢 正電荷跟負電荷的數量 要一樣 正電荷的數量比較一樣 因為它是中性的 好 那這個時候就來了 那請問 這個氣體裡面 有中性的粒子 也有帶電荷的離子 那請問 那他們各自占多少比例呢 那就稱之為電比率 什麼叫電比率 這層氣體裡面 Total的粒子數量 中性的粒子數量跟什麼呢 跟電子的數量當分子 而分子是什麼呢 分子就是電子的濃度 這個就叫做離化率 離化率 那這時候就會發現到 請問這個電離率 或這個離化率是多少 一般而言 我們在半導地使用的 這個離化率 只有百萬分之一 代表什麼 絕大部分都是中性粒子 只有百萬分之一 到千萬分之一是代電的 是代電可能的 所以就發現 游離率很低啊 解游離率很低 這就是半導體夠用了 已經很夠用了 那濃度最高的要多少呢 在半導體使用當中 高密度 一趴到五 它就叫超高密度了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已經是很高密度的電降了 也就是說這種程度 在半導體使用裡面來 其實超高密度 所以你要知道 電降這個離子氣體裡面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中性的粒子 不帶電 有帶電的只有非常少部分 不到1% 頂多就是1%左右 是有帶電的 有帶電的 那 電降反應器裡面的這個 離化率或這個電離率 由誰控制 由電子能量控制 因為 在這個氣體當中呢 它是靠電子 因為電子具有負電荷 然後呢 當你施加電廠給這個電子的時候 電子就會受到電廠的作用力加速 在加速的過程中會有動能 而具有動能的時候呢 在加速的過程具有動能的時候呢 它如果跟裡面的中性粒子 產生物狀 就有機會再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好 那就可以拉中性粒子又有力了 它就變成什麼呢 它可能就會變成離子 因為把一個電子撞走了 它就變成正電子 然後並且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然後新的電子 所以它的電力率主要是靠電子的能量去定 因為到底不能撞出自由電子出來 那就要看什麼呢 看它的束縛能 看這個分子或這個中性粒子 它對電子的束縛能的強度 如果束縛能很強 你就需要比較高能量才能撞出來 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也跟什麼呢 也跟壓力有關 電子之間的距離有關 跟很多東西有關 這些後面都會一個一個的慢慢介紹 所以要產生電降 必須藉助外部的能量 外部的能量 那這個能量呢 在我運氣當中通常是一個交流電壓 這交流電的頻率是RF 所以稱出來RF的電降元 所謂的RF電降元是什麼呢 一般的電降的產生器 它就是一個槍椅 這個槍椅呢 會抽 抽氣 會把它的氣壓降低 抽到低壓的狀態 就是一大氣壓一下 然後呢 裡面是兩個平行電極板 這兩個平行電極板呢 其中一個地方接Grow 另外一個地方呢 接交流電壓 RF的交流電壓 好像是13.5MB 後面會知道 這個交流電壓呢 就會對 在這裡面呢 因為這是D 這是Browth 這是交流電壓 所以這裡就會產生電場 就產生一個很大的交流電場 這個交流電場就會讓什麼呢 讓裡面的電子呢 受到電場影響 往上跑往下跑 往上跑往下跑 而在往上跑往下跑的過程中 就會跟裡面的中性氣體 產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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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發生油力 就會發生前提的效果 那就會產生出代言密子出來 這就是電降的產生 而這就是一個最基本單元 這種結構稱之為平行短電極的這種叫做電容偶而施電降源 因為它也是低用平行板電容的形狀結構原理去產生電動 去產生電降的 這是一個最基本最基本的電降系 說穿的就是怎樣呢 給它一個兩個平行板 這兩個平行板之間呢 產生的交流電場 這個交流電場呢 就會讓裡面的電子上下跑 那如果這個槍體裡面充有中性氣的話 那這個電在跑的過程就會跟中性氣撞擊 撞擊就會產生新的電子出來 跟名字出來 這就是電降的 所以你們看到 當兩個電體透過社群RM的高電壓的時候 就產生一個交流電場 只要你的功率夠高只有電場 就會被交流電場的家屬獲得足夠的能量 去跟翻式裡面的中性的原子或分子產生碰撞 並且碰撞完之後就會產生一個新的自由電子 每一個離子出來 好 那離子碰撞是一個一連串的反應 所以兩個人撞出來 撞出一個之後 再加速就再撞出一個樣子 兩個再撞出來 就一直撞到連續反應 就會充滿著電降 但是剛剛講過 整個解體率不到一個save 不到一個save 不到一個save 所以整個的電降會不會提到 電降又可以分為不同的種類 最簡單的就是DC的電降源 也有ICP電降 ECR電降 也有電降 這個後面都會提到 我們先不用問他 先了解一下它機能概念的角度需要 好 那電子在氣體當中發生碰撞 碰撞主要可以分為 彈性碰撞跟非彈性碰撞 其中所謂的彈性碰撞就是什麼呢 撞完之方向改變 但是更加沒有損失 彈性碰撞就是沒有損失能量 那自然就不會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所以重點是在什麼 在非彈性碰撞 而電子在中性氣體當中 經過交流電場在移動 所產生的碰撞呢 主要有三大類 這種非彈性碰撞 我們最可以分為這三個 這三個都非常的重要 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碰撞叫做離子化碰撞 什麼叫離子化碰撞呢 接兩個自由電子去撞一個 中性原子或中性分子 所謂的原子或分子代表什麼呢 有一個原子核跟外層不育的電子 而你的電子 自由電子獲得動能來撞擊你的時候呢 只要我的能量過高 高到可以幫你脫離它的束縛 撞擊出來 那你原來的中性粒子就會變成離子化碰 一個電子去撞一個中性的粒子 就會撞出新的電子出來 並且將原來的中性粒子 造成一個電子就變成正離子 這就是一個離子化碰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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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離子化碰撞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要產生這樣才會維持電子 電將能夠維持產生 裡面要帶電離子 靠電子去碰撞 撞出新的電子跟產生新的離子 所以第一個叫做游離化 或是離子化碰撞 就是產生離子的重要機制 剛剛講的第一個碰撞 它的重點是什麼呢 產生離子 所以剛剛介紹第一個碰撞 它的目的是要產生離子 接著到第二個碰撞 叫做什麼呢 七八松直碰撞 它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如果我記得我的電子能量不夠高 我跟你發生非彈性碰撞的時候 我傳遞能量給你 可是我給你的能量不足以讓你變成自由電子 但是呢 給你的能量注意讓你怎樣呢 從基碰要牽到激發碰 就是可以讓你激發上去 變成更高能界的電子 但是還不足以讓你脫離這個原子 可是這種激發碰的電子 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它很快的會再要牽回激態 而電子從高能界 藥線回低能界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輻射出來 就會發光 只要輻射出來的波長是可進光範圍 它就會發光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就稱之為 七八松直碰撞 excitation and relaxation excitation就是我碰撞你的時候 給你能量掉先到高能界來 這叫excitation 然後呢這個七八態是個不穩定的狀態 它很快的會要牽回激態 這就是我們說的relation 要牽回激態之後 這時候就會輻射出一個光出來 所以這個電子撞擊到這個中性分子之後呢 沒有中性的電子 還是自己的九電子 可是它就會讓它原來的狀態變成七八態 變成七八態 這個七八態是一個壓迫 它這個不穩定的狀態 它很快的就會在要牽回激態 並且輻射出光子出來 輻射出光子出來 而不同種類不同元素的 氣體分子或原子 它的能界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知道 不同種類的原子跟分子 它的能界是不同的 就像每個人有不同的指紋一樣 不同的元素它也有不同的能界 所以能界在做要牽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根據它輻射出來的光子 我們可以判斷出它是什麼材料 A材料會有A材料的光光 B材料會有B材料的光光 所以這個作用很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個電漿 所發出來的光來判斷 這個電漿裡面的中性分子是什麼 所以這個機制很有用的是要來判斷什麼的 要來判斷這坨電漿裡面的成分 我們可以藉由發出來的光子的頻率 來去分析出它可能屬於什麼材料 什麼材料 所以這個機制的重點是第一它會發光 第二我們從發射出來的輻射光 我們可以知道它是屬於什麼材料 它對我來判斷這個重點很重要 第三個叫分解碰撞 什麼叫分解碰撞呢 今天你去跟一個分子 分子式的化合物 它可能有兩個元素以上 或兩個原子以上的結合的 而我在碰撞的過程中 我在碰撞的過程中呢 我將它們兩個的間結打斷掉 我電子去碰撞 碰撞這兩個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中間間間結給我打斷 被我打斷之後呢 我沒有做出新的電子喔 我只是把它的間結打斷 只是把這個間結之後呢 就變這樣 原本A跟B是產生間結的 我把你打斷之後呢 你就各自分開 可是各自分開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來了 原本兩個間結在一起的時候 是穩定的 兩個斷間之後呢 前面講過 或是你把它講出來 如果它們之間是形成公家結 我們就以公家結拿個例子 因為公家結是兩個電子 所形成的 當你今天把它的公家結打斷之後 那就代表誰呢 它只剩下一個單獨的電子 它也算一個單獨的電子 但還是中性的 還是中性的 那這時候呢 它的化學活性就很強了 因為我有一個單獨的電子 我就很想去跟別人間結 就想要去跟別人產生間結 那發生間結就是發生化學關係 所以這種不完美的間結 雖然你是中性的分子 但是你又有不完美的間結 這個東西就稱之為自由基 radical radical的自由基 是一個中性的分子 或是中性的例子 但是它有不完美的間結 它有一個孤獨的 它至少有一個孤獨的斷件 想要去電量反應 所以自由基 它的化學活性非常強 因為自由基 至少帶有一個不成對的電子 所以它很不穩定 所以它很想要去搶別人的電子 想要跟它形成分子 孤單即莫居樂 所以很想要去跟別人送多多人 所以它的化學活性很強 這個東西非常的有用 為什麼 因為它化學活性很強 我們前面講過 我在前面加熱製成的時候講過 我為什麼需要加熱製成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要怎樣呢 成長活膜 為什麼要成長活膜 因為比如說氧化這個複製 所謂氧化是怎樣 氧氣跟氏結合變成二氧化氣 可是氧氣O2跟氏原子 在室溫的情況下 它不容易發生反應 所以要生不到很高的溫度 都刺激它化學活性那樣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氧氣 我沒有高溫不遷入給你 但是我如果讓氧氣間打成 打成自由氣 我就可以很快發生的話 所以電漿好處是什麼呢 它可以讓一個中性分子 原本它的化學活性很差的 把它的進捷 打成它變成自由氣 它的化學活性就很強 代表什麼呢 即使溫度不用色度高 它也可以有足夠的化學活性去反應 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化學反應 可以在比較低溫的環境下 就可以產生這個化學反應 這對於半搭 或者整個半搭的製程 往低溫化走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很重要的發展 因為高溫製程會造成什麼呢 我們之前講的都很容易擴散 越高溫 需要高溫 越可能容易亂跑 越低溫就越穩定 所以半搭的製程會希望走向低溫 而低溫怕什麼 為什麼不能低溫 怕化學反應不夠 所以才需要升到高溫吧 不然沒事為什麼需要加熱 沒事為什麼需要那麼高溫 就是需要能量啊 要能量它能化成跟化學反應啊 但是電漿製程 可以讓整個化學反應所需要的溫度降低 降到只要300度以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靠的就是這個碰撞 靠的就是這個分解碰撞 Dissorciation 分解碰撞 而分解碰撞最重要就是要產生自由性 Free Relic Free Relic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個碰撞 第一個碰撞 離子化碰撞是產生粒子 第二個碰撞 發光 發光 是用來判斷 這朵氣體分子裡面有什麼材料 有什麼元素 第三個分解碰撞 Dissorciation 它的重點是在創造出自由性 產生自由性 產生自由性 所以之後呢 看到好處多多 東西再來講 中間介紹這些資料 東西再來告訴各位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這時候電漿裡面有什麼東西 來 所以到這裡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我們對電漿的認識 就是它的構成有什麼 我們前面講的電漿的定義 電漿叫巴斯麥 我們前面說它的組成有什麼 有正電荷 有負電荷 還有很多什麼呢 中性粒子 有這三個回來 現在我告訴你 我們又可以把它更進一步的區分 更進一步的區分成什麼呢 它可能有什麼呢 它有離子 它靠的是離子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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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離子 然後裡面還有什麼呢 有電子 還有什麼呢 還會發光 電漿會發光 還有什麼 它要產生自由性 這自由性是中性的 但是化學活性強 所以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環境下 產生化學環境 所以電漿裡面 有離子 有電子 會發光 並且還有自由性 而這些東西在半導體支撐 都會用到 半導體支撐使用離子 用在石科 用在餐殘 就是使用離子 發光是用在石科 自由性用在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可以用在滑墨成績也可以用在石科 如果你產生的化學反應的結果是固碳 那就是形成滑墨 如果化學反應的結果是變成氣態 那就是石科 就是運出過程 所以這些東西 用在滑墨的石科跟成績跟餐殘 都很重要 這時候就知道 電漿超級重要 真的是有夠重要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而電漿當中的碰撞 電荷交換 或者是打斷之後再結合 諸如此類 一堆的東西都跟什麼有關呢 基本上都跟它的能量有關 一個電子 舉個例子 今天有個電子 跟一個細彎器 SiH4 它要發生碰撞 它到底會發生什麼碰撞呢 就會根據它的能量 不同的不同 今天如果你的能量低 那你只能怎樣呢 把SiH2 把SiH4打成什麼 把兩個電子 把兩個氫打出來 就這樣而已 能量越大 能量越大才有機會變成什麼呢 能量越大你才有機會解 你要產生離子 你能量就要比較高 所以不同的反應需要不同的能量 而你要產生零子化的話 需要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要產生零子化所需要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個 從這張鏈表你會發現到 產生零子化就是撞出新的電子 這是零子化 這些反應都是零子化反應 需要能量這麼高 而這些呢 兩個星號就是激發態 Escitation 需要能量在這裡 而分解呢在這裡 Dissensation 在這裡 分解在這裡 所以不同的反應 需要的能量不一樣 那哪個反應就有可能發生 需要最少能量的空調是最容易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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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越高能量要發生的機率就會比較低 這主要是因為什麼呢 你要需要比較高能量 代表什麼呢 電子只要能獲得足夠的動能 才能夠發生你能量的空調 可是電子在獲得動能的過程 前面講過 電子只要獲得動能 它在平行版電容裡面 在交流電程中 要受到電子場的作用影響 才能夠移動 可是在移動的過程中 這裡面又可以堆了七幾分子 在移動過程中又很不易 你還沒有來得及 累積能量之前 你又發生什麼狀況的狀況 就來正用加速 還沒有加速到100公里 100公里時速之前 你又發生一次狀況 又發生車落 那你速度又較下 所以 越高能量的 它需要累積能量的難易度 就會越難 因為它能在越高能量狀況 這就是為什麼電漿產生器 要在低氣壓的反應下操作 因為在低氣壓的反應當中 空氣當中單位體積裡面的 粒子數量就會比較少 使得電子才有比較多的 比較長的自由路徑 可以累積能量 產生高能動裝 如果今天的氣壓比較高 我電子才加速你多久 就馬上發生動裝 我根本來不及累積能量 我會損失能量 那這樣我永遠沒有辦法 產生高能動裝 就是這樣 所以要產生比較高能動裝 你電子獲得能量就比較高 那你電子獲得能量 那你電子獲得能量 才能獲得能量 一個是把電子加強 第二個是怎樣呢 把氣壓降低 氣壓降低就可以增加自由路徑強度 或者就是說 減少空氣中的分子密度 讓空氣中的分子比較稀疏 使得電子在加速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發生動裝 它才能夠比較容易累積能量 所以整個電子加速跟什麼有關呢 就跟你的自由路徑有關 你自由路徑這個場 你電子才有機會累積加高能量 你才有機會 撞出高能的反應 才能夠比較能夠離子化 第二個 熱速度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製程溫度 不同的槍體溫度 不同的氣氧溫度 電子的熱速度 所謂熱速度就是 它在這個溫度下 可能能夠 產生的最快速度 它的最快速度就是熱速度 最高溫度有關 再來磁場 電子不只是會受到電場的作用力 電子在移動的時候 也會受到磁場的作用力的影響 磁場跟電場都影響到 電子的行徑 都影響到電子行徑 波子曼噴度 不只是告訴你說 在槍體固定的溫度之下 它的電子的能量分補是 呈現波子曼噴度 它是有分物比例的 這種分物比例的 在固定的溫度之下 高能電子數量有多少 低能電子數量有多少 是Follow 波子曼技術流血的 所以 一而一而回心 平均自由路徑指的是什麼 兩次碰撞之前 所能夠移動的平均自由路徑 也就是說 當碰撞到第一次 到第二次之間 我可以盡量好的長度 就是我的平均自由路徑 在這段長度內 我都不會被撞到 這就叫平均自由路徑 平均自由路徑 只要靠誰控制呢 主要靠了 或者是那個壓力 因為PVD跟RT嘛 PVD 當槍體的體系固定了 氣壓就會跟你的莫屬 成正元 所以 N 這邊的二次溫度 這兩次溫度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靠壓力 所以平均自由路徑靠的是什麼 當你的溫度的種類 固定之後 壓力就是決定了你 自由路徑的主要採取 所以平均自由路徑主要採壓你來決定 當你的溫度之後 那當然啊 你的溫度還有 壓力是什麼 壓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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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體內電子的水啊 所以 平均自由路徑暗打 平均自由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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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壓力有關 同樣的例子 壓力大就代表什麼呢 單位體內的數量多 壓力小 代表什麼呢 單位體內的數量小 所以壓力大 壓力大 壓力大 自由路徑就小 壓力小的 自由路徑就大 壓力小的 那它不是壓力有關嗎 它還跟裡面的70分子有關 在同樣的壓力之下 數量 所謂的壓力 它影響是什麼呢 它影響是密度 什麼叫密度 單位體內的數量 所以當我的壓力一樣的時候 當我壓力一樣的時候 或者是 我用這個來舉例好了 當我這個一樣是小T 壓力一樣 但是我的 裡面的原子 或是分子 是比較大天的 半是比較大的原子 一樣是四顆 誰的平均自由路徑比較強 這個吧 這很容易又發生到碰撞了嘛 所以這個又跟那個什麼呢 這叫做碰撞截面 或者是比較什麼 原子的大小有關 所以就看到 平均自由路徑 不只是跟壓力有關 壓力主要影響就是 粒子密度啊 它還跟什麼呢 碰撞截面 所謂碰撞截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粒子的大小 粒子越大 整個橫截面越大 你在洗手的時候 就越容易不弄到碰 是這個樣子 好 就像這個樣子 粒子越大 就越容易發生碰撞 粒子越小的 就越不容易發生碰撞 所以平均自由路徑 跟七夾有關 也跟粒子的大小有關 所以最好是什麼 壓力最小越好 壓力最小越好 粒子越小 越好 平均自由路徑就越來越長 所以 平均自由路徑要怎樣變長 壓力最低 粒子越小 那它產生碰撞機率就會比較小 所以一般電章都是在氣壓所完成的 因為你只要氣壓是高 我根本來不及加速到多高能量 我就馬上產生碰撞 馬上產生碰撞 那這樣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產生粒子好動作 因為粒子好動作需要比較高的能量 所以平均自由路徑是產生電壓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而當你的氣體種類決定了 那粒子大概就不能控制了 因為你要產生這樣的粒子 你要產生這樣的粒子 你的氣體一決定了 你能夠唯一控制的就是壓力 除非你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氣體分子 有同樣的效果 但是體型比較小 不然 基本上氣體一旦選定了 你能控制的就是壓力 壓力就是平均自由路徑 然後呢 因為平均自由路徑其實說出來就是發生碰撞的機率 所以 反應式的壓力改變的時候 就自由路徑反方向變 代表什麼呢 代表碰撞的次數或機率發生改變 而 如果你的電量裡面有產生了粒子 而這個粒子呢 是代電荷粒子 粒子也會受到什麼呢 也會受到電場的動力而移動 換言之 你電量裡面的粒子也會受到電場的動力 會產生移動 產生動或者能量它就會去撞擊 它就會去撞擊 它就會去撞擊 什麼呢 可能會撞擊 基礎板 或是撞擊槍鈴 只要它有的時候它就會產生撞擊 而這個撞擊就會產生所謂的轟擊 其實粒子轟擊就是粒子的狀擊 這是高能量的狀擊 或者講嚴重一點的狀擊 叫轟擊 就要像我大力一拳 跟我轟擊一拳 聽起來 轟擊它就比較嚴重一點 其實都是碰撞 對不對 都是碰撞 打大力一點就叫轟擊 打小力一點就是碰撞 打輕一點就是碰撞 打輕一點就是碰撞 你插到這裡 中文就是這麼奇妙 那個磁的那個 力量都好 那轟擊的能量 跟方向能受到壓力的影響 所以壓力越高 氣壓越高 它所獲得的能量就會比較長 那它轟擊的力道就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平均只有物精光 它能量就比較少 那壓力會變 不只是電子 連離子它的加速度也會比較久一點 因為平均度只有物精比較長 它可以越來越多能量 它轟擊到材料表面的力量就會比較強 那一個材料表面 它受到轟擊的次數 或是撞擊的能量高跟低 會影響到這個材料表面 它原子的致命程度 原子之間致命程度 會受到一個轟擊性的影響 那後面會講到 所以可以藉由改變壓力 來影響到 形成泊墨的時候 泊墨裡面的硬力 或是影響到時刻而屬於 你的轟擊跨 如果把轟擊能量高的話 它就會被撞 你被撞到的地方的原子就會被撞不掉 撞不掉就是一個石刻 因為石刻就是這種移除過程 你的移除如果靠著這東西起來 你移除掉 它就是個石刻 所以壓力力能夠到一個石刻 這後面都會再移到 熱輸入 熱輸入這個地方 它的重點應該在 所謂熱輸入這個地方 電子在電場裡面所獲得到的速度 來 一個代電力在電場的作用量下 它會受到一個作用力 叫做f 等於q 乘上 而f 等於ma 所以代電力的加速度 就等於m分之f 而f又等於qe 所以外界的力量會造作了加速度 而電子在交流電場中 有分正周期跟負周期 那它在單一周期中 就要加速並且開始發生碰撞 而這碰撞中呢 就會產生 游離 產生離子化 產生 excitation 產生 dissociation 分解 然後在負的周期的時候 受力方向就相伴了 正周期跟負周期它的受力方向不同 電子的方向是電場的反方向 所以在正周期的時候 電場向下 正周期的機板下面是J1 上面是JR1 當上面為正的時候 電場是高電位往地電位 往地方走 而電場是往下 而電子反而就是 往上 所以在正周期的時候 電子往上跑 在往上跑的時候 要加速 產生碰撞 碰撞就發生三種非彈性碰撞 然後在副周期的時候 加速度方向相伴 所以在反方向同樣 在進行這三種碰撞 而電子很輕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上去 很快的下來 但是離子很重 因為離子是一個很大 的中性離子 或者是分子 游離出來之後的結果 就像剛剛的散鏈 它可能變成什麼 它可能變成 一個散鏈的離子 比如說 離子 我們對於剛剛的離子來看 比如說這個 散鏈它可以由於成什麼呢 SIH2 也可以變成SIH3 也可以是SI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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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SIH3 一個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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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樣 它就是 相較於電子 假設電子是一個拳頭 那一個原子 超大 有沒有 電子是很小的嗎 原子是很大一片的 所以離子一定是很大一片 而 當你有交流電廠 讓電子更加速度的時候 加速度F等於NA 質量越小了 在同樣的作用力之下 質量越小的加速度就越慢了 那反之 質量越大的加速度就慢了 而離子在這個交流電廠裡面 離子的質量很大 所以當你的電廠在 上下上下變化的時候 離子才會動一點點 你會變掉了 我還來不及加速 所以離子基本上不太動 它動一點點 它動太慢 因為它加速度很慢 它質量太大 離子的質量大 動很慢 所以呢 當你的交流變化很快的時候 它幾乎跟不上你出 所以離子基本上它動很慢 幾乎不太動 反正就是電子能氣 可以一直 隨著電廠頭上後下 所以 因為離子太重 沒有辦法馬上對這個交流電 怎麼做出反應 所以 這個交流電的 RF的能量 基本上都被電子給吸收了 而離子幾乎不太動 我正要往前跑 你就往回了 我正要往回跑 你又跑過去了 我就知道它一直轉彎 我還你不要 就算多了 根本來不及跑去屁 但是 電子就離子跑來跑去 突然跑去 所以整個能量都被誰吸收了 都被電子給吸收了 所以離子你要的動作 就一句怎樣呢 你的交流電的頻率要低 你太快變化 我離子就來不及反應 你知道慢一點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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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長單極心的時候的時間 所以 頻率越低 離子才能夠獲得比較高的能量 頻率越高 離子就沒辦法獲得什麼能量 因為你電話耐快 它來的輕鬆 就會是這樣 所以頻率越低 離子才有機會獲得能量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 讓離子 去做離子攻擊的動作 你的頻率就要低 讓離子 能夠跟上你的 電場 的往下 讓它移動 好 就這樣 所以 電加裡面 因為電子的能量都比 離子的能量高 而能量通常都會 改用溫度來表示 在物理上 溫度就是這種能量的代表 所以我們都知道 那個 2分之1m1平方 等於2分之1kT 所以划算出來 它的速度 電子在固定溫度之下 它的最高速度 就等於2分之1kT 去2分之1 這是每一個維度 每一個粒子 它在一個固定溫度之下 它的 總能量是2分之1kT 每一個自由度是2分之1kT 所以一個維度的總能量2分之1kT 如果完全狀況上它的動能 2分之1m1平方的話 大家的熱速度比 就等於2分之1kT 2分之1kT 而如果今天有變場的話 高中物理就學過 一個粒子受到加速度 一起行進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磁場 馬上 馬上 右手定則有沒有 電子移動 送到磁場 然後呢 作用力過去 它就會沿著磁場 做螺旋運動 螺旋運動 所以 在磁場當中 代電的粒子只要有移動 有移動產生速度 它就會收到磁場的作用力力量 是個cross 代表什麼呢 代表磁場給電荷的作用力 跟它的速度移動方向是全直的 要垂直才會有力量 如果是水平的話呢 或是0 就不會收到力量 所以粒子在移動 收到磁場是垂直方向的運動 磁場的力量跟粒子的速度 是相互垂直的 所以代電粒子會沿著磁場 做螺旋運動 螺旋運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如果我的磁場是這樣子 而我的速度是這樣子 那我就這樣子 螺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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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線跟代電粒子的方向 是垂直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為什麼很重要 我看一下任務 等一下 好 告訴你 為什麼加持量很重要 來回到這裡啊 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希望電子 我們希望電子 你獲得足夠的能量 才能夠產生零磁場 而要足夠的能量 就必須怎樣呢 平均自由路徑要 越大越好 對不對 平均自由路徑越大 電子才能夠獲得比較高 平均自由路徑越大 其實就代表什麼 其實就代表痛撞次數 或者是碰撞的機遇 像像 對不對 那這時候就發生一個矛盾 我希望不要太常發生空撞 為什麼 因為我需要獲得更多的能量 我需要跑得比較長一點 獲得能量 可是那又來了 如果我一直都沒有發生空撞 那我能產生電量嗎 我就沒辦法 產生離子化空撞了嘛 所以這時候就出現一個矛盾點 我既希望碰撞時候能量又高 但是這樣又會導致 我不太會發生空撞 不發生空撞讓我產生電量 有什麼矛盾可以讓我 有長距離的運動或能量 但是又可以容易發生空撞呢 答案就是螺旋運動 假設我一個電子要這樣子走 我發生空撞時候 走走的長度就只有這麼長 可是如果是螺旋運動呢 螺旋運動我走的路徑 哇超長有沒有 螺旋運動是可以走的路徑就變得更長 而在同樣的長度之內 我螺旋運動的時候 如果我的磁場越大 我回繞的半徑越大 那他是不是有機會增加我運動的機率 如果我的氣壓 我的壓力越低 我這個力量太少 我如果只在這裡移動 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是不是不太會發生空撞 因為我可能剛好走到一條 這條路上都沒有氣體分子 我就直接過去過來過去過來 可是如果我可以螺旋運動的話 那我就很容易 瞎貓遇到死套子 有沒有 在螺旋運動的過程中 我走的走路徑變長了 我可以加速的長度 加速的時間變多了 而且我在同樣的小腋肌內 我發生碰碰的機率也提高了嘛 所以磁場超級重要 磁場的功能是怎樣 在同樣的小體積 小空間裡面 我可以走的路徑變得比較長 我可以過的比較高能量 再來 我因為路徑走的比較長 我又是回繞式的移動 我能夠在同樣的體積內 我走路徑變長 我碰碰的機率 也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我也可以增加碰碰碰機率 避免一直沒有辦法產生電降 我會一直撞到中心分子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什麼情況下會需要用到磁場 如果你的氣壓太低的話 你低壓低到它 能夠累進度過能量 但卻反而很難發生碰撞的時候 那就是在超低壓的情況下 而什麼時候用到超低壓的情況下 它產生電降 10顆的時候 後面會介紹到 因為10顆是一個移除過程 你希望將移除的材料趕快拿走 而且希望在移除過程中 盡量去空氣 那就盡量不希望跟中間的空氣粒子產生碰撞 就希望直接撞擊到 無目標性的來回程 後面會提到 所以 在低氣壓 越低氣壓的話 低下要產生電降 你就越需要時常 才能夠點得起電降出來 才能夠產生電降出來 好 我們這禮拜見到中間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 就電降去描述它 電降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重要 要講三次 電降很重要 好 我們進到後面